歡迎各位網友來到第一集的BANG BANG的聲音 這個節目已經說了很久 終於可以做出來給大家看 也很感謝阿雞或者其他的朋友 介紹一些非常猛料的音樂人 可以做到BANG BANG的聲音 我們今天第一集的嘉賓 大家不要以為我們打BANG 很堅囂的一隊全樂隊上來 所以不是每一集都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BANG BANG的聲音 我們是想一些超級有才華和正的音樂人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真是純音樂上的東西 那我就有隊 不是 也不想這麼說 我們今天第一集的猛人就是Edmond Edmond 你好 Hello Edmond也是一個很資深的音樂人 其實我們本來這個節目就剛才已經開了 因為有些技術問題現在再開了 所以有些東西本來是問了 現在要再問一次 其實Edmond你何時開始玩音樂的呢? 二十幾歲 二十幾歲? 二十四五歲 也算是遲的 通常十幾歲就玩 是 所以我會變得有點低能 那也不會 但起碼累積了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估計 我就不揭露那個年齡 那一開始是玩什麼多的呢? 那時候我住在加拿大 那時候十九歲 其實十九歲開始打鼓 四肢在加拿大 那時候流行Hardcore Punk Pistol 裝出來Punk Band 那時候會不會受到英國的音樂文化影響得很厲害呢? 即加拿大那邊 還是受到美國 Global的也是 都是Global的 Global的 還有Montreau比較是一個 就是滿地開比較是一個 Diverse的城市 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的東西 那就比較好一點 就是沒有這麼一面 那一開始就是玩些烹飪 那後來呢? 後來回到香港 參加加士伯音樂節 那我打鼓的 那我又打鼓又唱了歌 不知為何是入圍的 就是要求比較低 我覺得 不要說 真的很謙 後面我看到另一隊樂隊好像挺好的 不如我過了那隊樂隊 那隊樂隊剛才有人打鼓 那我就打不了鼓了 那不如學彈結他去加 那時候才學彈結他? 差不多 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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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聲音 但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那後來要知道 要發言就知道 那是什麼 那當年是加士伯? 那當年是加士伯? 加士伯當時我是叫做 What's for dinner 另外一個叫做 Blind witness 那後來我就走出來 Blind witness 彈結他 和開始作歌 那些東西 成為那隊 那隊 是一隊很厲害的 indie band 當年是香港 有聽過嗎 我出過碟 很經典的碟 就是我有買的 你有買的 有的 是灣仔那隻肥狗 豬型狗 很棒 這個主音就是 Tim Tim 那時候叫做 地下井伊健 當年他有個圖 叫做地下井伊健 待會有下一個歌玩 懷念一下也行 可以玩一下 Beautiful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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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ime is at falling 我待會吃 我自己本身 90年代就喜歡一些indie AMK 你們 下 AMK 當年是一些很經典的 叫做indie 還有幾隊 因為當時我們受了一份雜誌影響 精華直聞第一 沒錯 就是袁智聰那一份 我們都是 看袁智聰那一份大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寫過連周 所以會比較熟悉一些indie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基本上這個節目應該是聽歌為主 第一首送什麼歌給大家 Beautiful night Beautiful night Beautiful night 每一分鐘都在庭裡 走路 都會令人 一會兒 牛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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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